孔瀟 全忙嘘 Franco里 阿里 拿到了 來開箱我最近買的露營用品 Doctor House的迷你爐 箱子裡面有一個說明書 現在打開來看看 外面是用白色的塑膠殼裝的 然後打開就直接是迷你瓦斯爐 原本中間有一些保護層的紙 我之前就已經先拆開來過了 選的是檸檬黃的顏色 打開蓋子這裡 然後瓦斯的話就從這邊放進去 這邊有個斜口斜的把它轉正 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有做安全的開關 所以呢就要先壓下去之後再點 果圓是屬於比較集中的那種果圓 再示範一次 卡榫的話在這邊拿下來的話 你就是轉斜 這樣子就可以拿起來 裝上的時候一樣就是 像這樣子這個凹槽跟卡榫對到 對進去之後轉正 這樣子就是裝上了 瓦斯罐的話我們一般買的這種長型的就可以了 第二樣買的是這個擋風盤 這是韓國的牌子 它寄來的時候就有一個這個袋子 看起來很精緻 大小是蠻剛好的跟擋風盤 所以拉開拿的時候 我自己是比較小心一點啦 因為我怕就是把它這個烤漆給刮順 有一點重量它大概就是兩公斤重 打開就蠻穩的 因為它有重量 我挑的是香草白 可以配剛剛那個迷迷瓦斯爐 配上這個檸檬黃的迷迷瓦斯爐 超可愛的 當初就是在Instagram看到這個 我就覺得好可愛一定要買 它有很多顏色 然後想了想我覺得檸檬黃我最喜歡 所以我還是決定買檸檬黃 有像這種薄荷綠啊 也有白色粉紅色的瓦斯爐去配 我就覺得檸檬黃超可愛 配這個香草白 很好 然後搜尋了一下就發現 真的有人在賣 台灣非常少有網站是在賣這個擋風版的 它裡面就是各個顏色都有可以選擇 照片就像我剛剛在那個韓國的網友的網站上看到的是差不多 這個也超可愛的 是雙層的我也蠻想買的 我的迷迷瓦斯爐也是在同一個網站上買的 就讓大家靜看一下 在陳品書店買了兩個米菲兔鍋子 是白色的髮廊鍋 是白色的 木頭的鍋蓋 非常有質感 它是前後不同的米菲兔表情 它是前後不同的米菲兔表情 它是小巧一個 這個鍋子也比較迷你 所以只能夠橫著這樣放 它的底下面比較小 會有點滑動 那我還是建議就是 可能比較不適合這個瓦斯爐 好這個牛奶鍋呢 看在它造型可愛的分上呢 以後它就當作拍照的裝飾品好了 因為它放在這瓦斯爐上實在是有點危險 會一直滑動 底太小了 沒有辦法站得很穩 還是放這個 OK 再來是小器生活買的烤網 上下都是不鏽鋼網 可以直火 小火慢烤吐司 小火慢烤吐司 可以炸蒸 直火完之後下網會黑黑的為正常 那如果它有很多尺寸 你是买大尺寸的话 上下网这边是可以分开 上网是可以打开来的 我这个是最小尺寸 它就是绑在一起 没有办法分开 最小尺寸就是比一片吐司 还要稍微大一点点 我当初就是因为想要烤吐司用 所以就没有想要买太大 最后一个开箱的是 这是Oreo的音乐盒 这里面有四条Oreo 这是圣诞节的时候 在7-11预购 那要1月的时候才能拿 打开来里面是这样 这个音乐盒有两种功能 就是放下去饼干之后 它会出现音乐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录音 自己去创作音乐 是不是 看完 我听到这些情况的音乐 宝贝 3個4號電池 裡面附的4條是分別不同口味 有香草 黑白巧克力 減糖口味 黑巧克力 好我們先來試試這個音樂盒 說明書是寫說咬一口之後會變另外一個音樂 那就試看看 然後把這個搬過去 好我研究了一下就是這邊有五個是感光的 你如果說餅乾放在中間的話 它是不會有音樂 因為它五個都有感光到 但是如果你把其中一個遮住的時候 它音樂就會出來 於是在我好奇心的驅使下 剪了一個紙板試看看 出現不同音樂 作詞曲 謝忍